本節目內,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本台立場。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,只適合成年人收看。18歲以下人士,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,敬請留意。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,在團結香港基金會晚演上致詞,說,社會上反對明日大禹計劃的言論,具有誤導性,認為填海計劃刻不容活,是馬上做的大事。 社會上很多人都質疑,人工島最後變成一個大白象的工程。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。 我可以擔保,人工島不單不會用盡香港的儲備。相反,興建人工島是一項好的,有理的長時間。 投資,如果繼續爭拗拖延,土地是永遠不會自己出現的。香港就永遠鎖在這個困局中,不得脫身。 對於外界擔心填海時間太長不實際。董建華說,工程分階段進行,預計最快11年後,人工島就可以建成第一批房屋。 又說填出來的土地由政府管控,絕不會成為地產商謀取暴力的工具。 新增的土地,可見40萬個住宅單位,當中有7成是供應房屋,令市民更容易上樓。 好,當時不吵了7成是供應房屋,即是想不到這個茂卒9年,這麼多人死。 吵了你,你連佩朵、佬奇都死了。 想不到這個人還沒死。 希望他快傳出生癌症。 那個眼袋,我吵了你,我吵了你。 首先我這樣說,我就好像胡志偉,我們偉大的民主黨主席那樣,其實我也是這樣說,我仍然再說多次。 我仍然不是硬斑斑反對填海,不過我真的不相信這個政府。 剛剛我前幾天跟一些退休官城市兩、三個主要跟我說, 他在人工島這個方向一看,他知道是死人了,為什麼呢? 因為將來有什麼大颱風,一定會吃到應,一定會很糟糕, 所以之前說什麼,林超英的說法是對的? 是的,董建華的兩米的長是完全不夠的。 為什麼呢?他說以前那些颱風也十年一遇,八年一遇,五十年一遇。 他說現在因為海水變化,氣候對變化,年年來的。 是,年年也有,一年比一年勁。 好像今年一時間是十一個。 不是啊,還有呢。 你是頂不了那些基建。 還有呢,我的那些颱風,好像山竹這次這樣。 是啊。 就說百年一遇,幾十年一遇。 是啊。 但是以後的颱風隨時就是用這個標準的。 甚至更厲害,他說現在是測不到, 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後的颱風可以去到幾近。 因為那個北極洋的溶化,海水變化。 如果山竹這次打是十七級的颱風, 那些基建是完全不知道怎麼搞的。 所以那天港珠澳大橋就不夠膽開了。 我要這樣說, 我都不是從這個方向跟大家說。 我到現在, 我都認為政府的確是要將數據攤出來的。 土地大辯論到現在所有都廢的東西。 所有人討論,有些人說贊成,有些人說反對。 我們原則上其實都是反對多的。 但是其實數據真的不夠的。 你可說不好聽,究竟我們現在有多少棕地呢? 如果開發棕地要花多少錢呢? 開發棕地上的建築物要花多少錢。 大家要比較,要看性價比哪樣好些。 你老實說, 只是在海中間填的島出來, 就這樣聽起來都覺得很厲害。 只要那個位置。 你不同,你原岸。 那樣東西, 其實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。 我想我們連街, 大家會想調的空間都沒有。 因為根本就不夠足夠數據, 你就繼續用你政府那樣東西。 大人石窄死蟹。 這個也是你共產黨, 之所以, 所有的行政主導要專權就是這個意思。 要不然你認為什麼都做不到, 但是, 你不會做壞事。 首先我想說, 董建華他知不知, 香港人是很討厭他, 他走出來說什麼。 他認為, 似乎很多人爭辯, 你們那些都搞不定, 讓我老母親自赤膊上陣, 你以為他給了什麼數據, 原來他就說, 我給大家保證。 我說OK就OK。 他不用了香港的儲備。 你讀了幾個字, 都不知道有沒有200次。 他一直看稿, 你以為你當自己什麼東西, 你保證就保證你憑什麼東西。 這條人形肥膏, 我真的想跟他說, 現在有一個人, 就很想你擔保他, 叫做何志平。 那個人真慘。 你真的擔保這些東西, 你憑什麼? 何志平是一個很有骨氣的人, 他說你寧願受坐牢, 都不會背叛國家, 家庭不知說什麼。 他真是屌你老母親, 好得有型。 好了, 我真的不說, 就跟廢查說那麼多。 張建宗那些其實都沒有什麼好說的, 他就說要呼籲家長, 給兒童足夠玩樂休息時間。 因為昨天, 他去開這個網誌, 寫網誌的時候, 寫這個兒童玩樂新體驗, 就無緣無故做康民處處長, 說現在有幾多間, 即有六百四十幾個康樂施司場地等等等等。 他講這些東西, 永遠都沒有說錯的, 即是家長要跟多些小朋友去玩, 小朋友這麼好, 只顧著讀書。 但是, 即是張建宗你最重要的一件事, 其實我就覺得, 小朋友呢, 玩的應該要, 但是是不是真的說, 這麼需要這些康民處起的東西呢? 有固然好, 沒有也沒問題, 其實最重要的是, 有沒有父母陪他一起玩, 而香港的環境就是屌你, 父母根本就沒有了時間, 喂, 休息也沒有時間, 不要說臭兒子, 見兒子也沒有時間, 其實作為一個政府, 不是要蓋多少個, 當然我們不會反對你蓋的, 蓋多少個, 蓋多少個遊樂設施, 是營造一個, 大家比較放鬆一點, 尤其是以前我們就說, 仍然營造過勁, 現在既然我們都這麼有錢, 幾萬億儲備, 是不是可以給香港人那些, 有些質素人性化的生活呢? 你想想現在的人, 連生都不敢生, 生一個已經叫做盡的, 是啊, 應該連生都不敢生, 因為政府很低, 給不到前景人家, 沒有錯, 好了, 接著說多一點, 這兩個議題都會講久, 都不久一點, 盡快說, 朱凱迪這條粉皮, 無緣無故去參加村議會, 即是村代表, 非原居民那些, 於是, 選舉主任, 要求他24小時內, 回答那些問題, 其實, 當日不反, 抗議書, 不激烈反對, 不是普通反, 就造成今天, 是啊, 你可以怎樣回答呢? 你是否同意, 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,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, 這條不難回答的, 你問我, 我都只能夠回答, 同意, 雖然我反對, 但是, 他現在在客觀現實, 是有個主權, 第二條, 他就問, 你是否同意, 香港特別行政區,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, 不可分裂的一部分, 喂, 我已經不能回答, 給我回答, 一定是可以分裂, 又不是, 不要說中華, 都不是香港, 周圍都可以分裂的, 為什麼不可以呢? 好了, 有些問題, 我不想再重複了, 今天, 朱凱迪, 就說, 答了, 他就答, 他不支持港獨, 不過, 他仍然贊成自決, 而下山七八次, 就是自決, 裡面就是什麼什麼, 其實真的很慘, 你看, 我看到網上, 包括盧斯達那些, 還說他有骨氣, 其實你說, 你不支持港獨, 那我沒得逼你支持港獨, 那他可能真是真心, 不支持港獨都可以的, OK, 但是他贊成自決, 而自決這個字, 為什麼會衍生出來呢, 就是因為那時候, 那些人怕被人說, 他們支持港獨, 於是才有個自決, 自決裡面的選項, 包括不包括港獨呢, 接著又要同備又要兜了, 我跟你們說, 各位朋友, 你們想要進入所謂的策略, 所謂的策略, 比如說黃色, 你最喜歡的策略, 你就承認, 有, 回答吧, 直接自決, 不支持都可以的, 是策略的, 進去選, 但是, 你回答他喜愛的答案, 是不是代表他就讓你進去選呢, 他們玩救你而已, 弄這篇東西, 怎麼會這樣, 你好像, 劉小黎在那裡哭, 問都不問問我, 我明明這兩年都修改了我的政綱, 問都不問, 我還DQ我, 太離譜了, 問了你才DQ你呢, 可能今次, 是不是這樣呢, 如果是這樣, 是不是索性將你真心的說話, 真誠的說話說出來, 這樣就沒得選, 是沒得選的, 那些叫什麼, 到含到肺, 搞來都無謂, 說真的, 問題是你的自決, 你初頭的心, 是不是這樣想的呢, 但是我們看著這件事情發生, 你現在不是叫做有骨氣, 你是叫做搏運氣, 是叫做搏運氣, 你那些多天真, 去到今時今日, 天真不驕, 就是我們總括, 即是我們開始說開心的事情, 我們要總括了所有, 那究竟現在我們泛民, 或者村代表、村長, 何去何從呢, 我又不夠力, 也不是有什麼生榮的事, 我認為整個, 只要自己自命是反對的陣營, 無論在各級的議會, 又甚至乎, 連那些居民會也好, 全部退出, 全部撤退, 真真正正的總詞, 為什麼總詞呢, 全都拿出來, 是一個不公道的選舉, 全都拿出來, 是一個不公道的制度, 全都拿出來, 這些事情, 就要交給美國佬, 就交給特朗普, 這些事情, 我昨天說過了, 就是真真正正, 要讓這些議題, 成為特朗普手上的籌碼, 特朗普拿著他, 以這個偉大的特朗普, 我不能叫做偉大的特朗普, 他一定會用, 在什麼時候用, 怎樣用, 我們不知道, 但是只要打香港這件事出來, 大家就這樣搞清楚, 你以為, 只是, 習近平是擔心, 香港不能夠走錢之後, 他們糟糕, 於是被迫走, 這麼簡單嗎, 在香港, 對習近平來說, 大家想想, 如果, 阿特朗普打了張牌, 習近平一看, 一來, 那些老闆炸刑, 那些老闆, 那些老闆, 到時我們來香港走錢, 走樓都走不定, 把人民幣走出去, 都走不定, 此其一, 其二, 香港其實對他們來說, 畢竟都是軟的, 畢竟在14億人裏, 香港其實他們不當香港是自己地方的民心, 畢竟, 就算你真的給香港有真正的獨立也好, 不是獨立, 即是一國兩制也好, 或者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, 其實大陸人在這個階段, 都不會怎樣, 有什麼反應, 因為從來他們聽下去, 就是一國兩制, 就是香港經常跟他們黑, 從董建華開始, 那如果, 對比你有相對的彈性, 喂, 對習近平來說, 是否一個很難下台的事情, 其實不一定的, 這個就是你們這班既得利益者, 在議席上面有收入, 有利益的人, 又沒有這種勇氣, 將這個種詞, 換起國際社會的聲音, 如果特朗普不屑你們, 你也有你們的共和黨, 民主黨的渠道, 去表達, 因為你們真的做出一些犧牲, 是吧, 你很說不好聽, 今天其實你一篇文章, 就是《世道人生》頭那段, 其實都說國際社會, 對香港的關心不夠, 就是因為香港不夠慘, 為什麼不夠慘呢, 你都沒有像敘利亞那樣死的孩子, 你們七十九天, 一個人都沒有死, 你們不夠慘, 現在你是否震撼, 全國國級, 立法會, 區議會, 什麼都辭職, 起碼, 要被人覺得, 然後將這幾年發生的所有事, 逐一逐一數, 怎樣去挫監, 怎樣意見, 這些壓力, 是迫使, 真是人的公民社會, 給壓力, 特朗普轉頭, 當然其實不需要的, 我覺得特朗普, 就真的一定, 第二個我不敢說, 我最懂得畫, 你有一張好牌照, 它多容易照, 這個就是你們真真正正的背水一戰, 敢不敢做呢, 要你走過去跟特朗普說, 又要講英文, 又有這麼長片大論, 就麻煩而已, 總辭, 很簡單而已, 就是這一下, 就可以修復了所有本土派和你繁民, 年輕人和你那幫中產, 所有關係, 而因為你們的犧牲, 這樣的總辭是和平的, 我不覺得你們那幫支持者, 因為你們總辭可以, 是會背棄你們, 下次不再選你們, 假若還可以選, 可能, 你還會成為真正的新香港, 一個公道的制度裡面的得益者, 那你敢不敢玩? 是啊, 你老母有多複雜? OK, 難得有特朗普, 你說這個是奧巴馬, 你說是大膜而已, 是吧? 特朗普殺父仇人沒有了, 除了殺父仇人之外, 你要把他手上的東西放下, 很難的, 這個我明白的, 好嗎? 休息吧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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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時今日在香港, 不懂幾句廣東話, 是會餓死的, 可以怎樣做? 好, I teach you 廣東話 in a yum cha way, 買一套廣東大飲茶, 跟我學幾句廣東話, 那就包不會餓死了